Hello 大家好 我是ST的愛思滴 我看到最佳的東西的時候 我只有一個字 好可愛喔 這樣子 然後我就買了很多件 因為也很適合我現在的造型 都是在扮可愛 你懂 年紀越大的人就會想扮可愛 年紀越小的就會覺得 我要成熟一點 現在呢 就是適合走可愛路線的啦 沒有錯 走開 撿撿撿 它家的衣服不會算貴 所以 我買到很爽 我們現在來看第一件 它是一件 無袖 有那個帽子的衣服 帽梯 可是它是無袖的帽梯 無袖帽梯 它旁邊呢 它是可以讓你看到裡面的喔 就是裡面穿一件 Sport bra 五顏六色的 然後你就可能曉曉啊 你就 綁下面不要綁上面啊 然後就有個帽梯 有沒有很strap 第一件 這是什麼 它是長袖的 一件 比較文青的衣服 它的質感不錯耶 很可愛耶 它有那個 荷葉邊的這個衣服 這樣子啦 對對對 然後你可以做內搭 這第二件 這什麼 哈哈 它是一個普通的T恤 我很喜歡它的圖案 很大喔 它都會成 有點陰森陰森的感覺 把那個粉紅色的線綁在它的嘴巴 然後它的旁邊呢 又有字 念念不忘 必有回憶 有一點那種 傷你的感覺 在電腦前面 然後一直看著自己的偶像 然後在你點口水這樣 你有我的偶像 我的偶像 我就可以這一天得到你 這樣子 這件呢 這個我也是覺得很可愛 然後它很緊身 有一點透耶這個 等一下我看一下 透不透 有一點耶 就是穿肉色的衣服 內衣會比較好 就是很秀身材的 這邊是五顏六色這樣就 看起來很 年輕 陽光 對 陽光 年輕 美像女戰士 第四件 這是什麼 我嘗一下 喔 吊帶褲啦 我覺得有一點 輕鬆可愛就是 你不想穿到太緊 或是太不舒服的衣服 然後你就穿這樣子 出去郊遊啊 就一整天都很舒服 然後再戴上這個 很可愛的帽子 有沒有 就很適合了 啊啊啊啊 第五件 嗯這個 喔 這跟剛才那個 有一點像 比較長的 不要戴褲 然後它的褲子下面呢 就是有那個 荷葉 荷葉邊的 第六件 喔這個 這個呢我是看到它 便宜 然後它是 我看它的造型很特別 就是 有一點 欸 怎麼看起來像睡衣 這樣呢 然後還有一個 這是外面還是裡面呢 喔這裙子來的 對對對對 啊啊 你看極美 這個叫什麼風了 呃 這個叫什麼風格了 暗地的風 不是 我叫什麼 第七件 這個我也是滿喜歡的 冒梯 然後 中間是寫 手上無人 手上無人 就是 為了和平 他就是為了和平的小豬 我看到它那麼有正義感 所以我決定把它給買下來的 就很可愛的衣服啦 冒梯 冒梯 你看它也是有個帽子的 诶 我现在看到原来它上面是这样的 有那个 有猫耳 对就是这 我们这种无法抗拒猫耳的人来讲 这个是多可爱的东西 站起来比较可爱 有站起来吗 有哦 我下次穿这个也出去 耶 No way 嫌弃什么我没有选择 第八件 嘿这个这个 它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也有拉比小型那一件啊 啊这是睡衣啦 跟他们讲 可爱哦 一个女生 在做那种伸展运动 很有feeling 很有睡觉的感觉 第九件 来 这个是什么 哦 它是裙子来的 你就穿上去 然后你把它绑起来 嘿 它就是好像你 有一件外套在裙子外面的感觉 就很特别啊 整个风格就很 欧美风 嘻哈又 嘻哈又 有 嘻嘻嘻嘻嘻的感觉 对对对 第十件 然后最后一件呢 我觉得很适合我刚才那个 甲丸子的帽子 我看这个我觉得很可爱 然后它是高腰裙 它有吊带的 你看这样子 它有两个扣扣给你 看你是比较高还是比较矮 都可以 它通常这家店的衣服 都是比较free size的 所以你要看豪华的尺寸 你再买 然后或者是去看他们的 留言评语 通常他们的女客都是没有剪的 你要自己剪咯 然后小心不要剪到手 这样子扣住咯 就变成很可爱的 再配上我刚才的小丸子 可是这个颜色不一样 第十一件 一件也是只是二三十块马币这样 所以我觉得还能值得呢 是不是 所以我就买了很多 诶 我刚才没有看到刚才那个睡衣 有这个东西 就是可以套头这样 错了啦 这是bride 我bride叫小吗 我没看到 你也不敢说 我还没有了 我都把你也没看到 我一只只能不能够 你不过 我那是怎么能够 那是什么 你不过 我都会不会 你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